今天就到國民黨的這個立法院黨團 他今天在立法院黨團講了一句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 如果我在現場我也不知道要哭還是笑 他說我記錯地點了 我以為要去國民黨中央黨部 全台灣都知道要去立法院黨團 你侯友誼你怎麼說要去中央黨部 你說我下車我才知道 原來我記錯地點 國民黨吃便當吃到價值動員 那個便當是多好吃 今天沒吃到出事 今天國民黨的黨團開 有什麼事情要決定嗎 有決定說他們要標關 明天要標關 後禮拜要標關 有什麼事情今天一定要說清楚嗎 沒有啊 就是今天一定要吃到便當 沒吃到反兩萬 他意思是要營造大團結就對了 大家都要吃便當 我看傅君子可能拿20萬 待會兒說他要便當我都不要吃 你不要再給我照 你為了我沒來吃便當給我兩萬 這有什麼意思嗎 然後侯友誼 下午已經這個中午會見完 我們有聽到侯友誼 在那麼多國民黨的立委的前面 講出什麼偉大的政策嗎 沒有 他還是在罵 說不好意思啦 我會覺得打拼 而且他罵了還比立法委員罵得還弱 那個立法委員坐下來的腳 跟我說陳醫生是要吐手機 我看影片很多人都吐手機 因為不知道侯友誼在說什麼 因為侯友誼 侯友誼你也提名到現在也兩禮拜了 到今天兩禮拜了 你還沒有辦法對著 在制定國家政策立法政策 這些時事最了解的立委面前 講一下你有什麼偉大的事情 因為有關門要來講嘛 關門要來講 重點也是要有人出來轉述說 搞到侯友誼在裡面 多厲害多厲害 說什麼說什麼 那難怪他現在啊 都只能回到那種 還是繼續在那邊罵的那種角度 然後年輕人就問說 侯友誼你講的我們都知道 什麼那個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我們知道 然後這個核電廠什麼什麼之類 你說的我們都知道 然後呢 年輕人想要聽侯友誼 然後呢 然後換你當總統 你會怎麼樣嘛 可是侯友誼到現在也不講嘛 那他只會跟他講說 我七月的時候會跟他講 又要等七月了 對我說什麼核電 核電的政策 然後配比 我聽完之後會跟大家講 所以他現在還是講不出 任何具體的論述就對了 問題是國民黨的智庫 那天有一個國民黨智庫 研究人員集的臉書下 說我們各組都準備好了 哇非常多的資料都準備好了 要給侯友誼了 代表侯友誼應該都收到那些資料啊 那侯友誼為什麼講不出來呢 還是國民黨智庫 沒有全部交出來 只交表妹說 因為應該有智庫的人 操大一個臉書操大 說我們各組都準備好了 就要全部提供給侯友誼了 可是現在呢 現在侯友誼還是講不出個所以人 他現在每天在外面講的 我們真的聽不出他在講什麼 今天他再講一個陳玉珍 他說我等一下要跟陳玉珍握手 我也要跟陳雪森握手 因為馬祖也很重要 今天就是金門在不開心 你現在說我會跟金門握手 我也會跟那個馬祖 因為馬祖也很重要 你跟他說這句話要幹什麼 就是他那一種態度 會也會 我說你如果一般的民眾看不見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人家很多都過六次 立法委員裡面 政治人物來來去去 聽到陳玉珍說什麼 來行的一看就知道 侯友誼你到底對這個國家 的這些政策 你到底有什麼想法 然後他今天又講說 這次國民黨提名的很早 還早 他自己講 他說提名的還早 所以我說侯友誼很久 他的副市長跟副秘書長 今天去到四次了 明天就去辦公室 明天開始沒領薪薪水了 你連這幾天 你薪水沒領的怎麼辦 你十七號拿名十八號 這兩人要輔血 大家就快死死了 薪水拿回去 快就住了 立法委員會還抖到外面 讓人這樣 大家要命兩禮拜 意義何在 所以對侯友誼來說 各位他今天表現出來的態度 他說現在提名都還早 所以侯友誼覺得說 我們在問他說 你的政策是什麼 他的心裡頭講說 各位你們現在就在問 我就要不用 我如果用好我就跟你說 就是說他的那種心態 其實跟不上大家的要求 是的確 寇姐我們看到 郭台銘顯然是有備而來 來勢洶洶 看起來他的盤算背後 有一個非常大的計畫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侯友誼今天在 便當會三鞠躬啦 他說大家的擔心 他完全可以感受到 然後跟大家說 拍謝 問題是他的拍謝 跟他說會更打拼 更認真 看起來有往這個方向 在走嗎 他現在的問題 不是他有沒有三鞠躬 或是有沒有去道歉的問題 是他自己又空又鬆啊 是他自己又空又鬆啊 你這個 自己是空洞的 沒有內容的 然後你自己的團隊又是非常的鬆散的 然後你對選舉的規劃 對一個總統啊 應該有的一個氣質條件 跟這個訓練還有經驗的累積 完全無視於他的嚴肅性耶 到現在他還笑得出來啊 不過我剛才聽那個 新北市議員這個韋山說 他覺得這幾天 侯友誼看起來是有點 有點那個精神恍惚 發現不太對勁了 他發現狀況已經嚴重了 可是他這個問題就是土石流耶 侯友誼的狀況是他補不回來了 他補不回來了 那柯文哲呢 其實也沒有做好準備 柯文哲沒有想到 侯友誼會這麼快的變老三 所以呢 他這麼快的 這個要變成老二的時候呢 他沒有準備好 那個叫做陳吉思汗的 那個郭台銘 會動作這麼的迅速 來併購他的民眾黨耶 所以他昨天晚上 是有點驚嚇到之後呢 手足無錯 是手足無錯 你就會看出這個傢伙 是欺善怕惡有沒有 他平常欺負我們這些人 欺負慣了 我們以前早年 他罵綠營可凶狠的了 我們在節目罵他 還說我們拿錢 有沒有 記不記得 綠營的側翼又是怎樣 看人家那個郭台銘硬上 不打不理你 然後硬衝到你門前 還給你那麼奇怪的三盟海事 他也不敢生氣耶 柯文哲的最大的 最失敗的人格特質就是 被人家郭台銘昨天那樣細耍了一個晚上 今天早上說我忘了 然後他還要一本正經的 一直叫他幕僚說 我要選正的 我要選正的 我不是這個要選副的 郭台銘根本瞧不起柯文哲 郭台銘交手的對象 對不起是什麼黃仁勳啊 這個賈伯斯啊 我們這一代的人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今天他有點急啦 所以柯文哲今天又在金門 後來喊出一個要蓋金下大橋 然後說金門人啊 將來出國可以走廈門 金門人將來出國走廈門 那金門人就變中國廈門了嗎 所以網路上很多人就炸包了 就是說這個傢伙 他看到了這個侯友宜還有18% 他以為那18%裡面有很多 還有深藍的沒有撈進 那就失去了進退失據嘛 在這個進退失據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國民黨的所有的政治人物 讓我吃驚的是 他們所有的反應耶 這些人的反應 毫無一個百年政黨的一個價值 換句話講 朱立倫身邊沒有好的幕僚 朱立倫最大的地下黨主席 傅崑琦現在在看侯友宜的笑話 那侯友宜身邊一個像樣的人都沒有 一個像樣的都沒有 你選總統 你有新北市的副市長 雖然謝震達 他有他的父親謝森山過去的訓練 謝震達本人據說還不錯 但是他是一個副市長的一個 政務官官僚訓練 你找兩個一個副市長 一個市府副秘書長辭職就可以選總統嗎 你自己的新北市長不需要辭職嗎 現在颱風來了 今天你新北市還有好多的奇奇怪怪的治安的案件 他已經他的節奏被打壞了 然後他本人的自信心也沒有了 他過去的自信完全已經崩潰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場選舉我覺得勢必要重來耶 這場選舉是一個對於在野的藍營跟白營來講 是一個重開機的你做藍營也要真的要換人了 你再不整頓你再不整頓下去 你們自己的那個立法委員的選舉都會崩盤啊 那為什麼那些凶悍的立委 那些那些枝牙咧嘴的人為什麼都沒有講話咧 因為由趙少康代表講話要換人 他們是不是在看可能下一兩份的民調看如何 如果真的是侯友宜的民調繼續這樣子 侯友宜民調不可能跑到第一名啊 他頂多再怎麼做回來也頂多就跟柯文哲不相上下呀 那不相上下的這個情況之下 而且你到時候是自己的這個有機構效應的來做的話 那如何取信於社會 我覺得侯友宜最大問題就是 他被看破手腳 一個公眾人物被看破手腳 那就是雪崩嘛 在這個雪崩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要重開機 而郭董是一個無法預測的人 他的無法預測變成了這一場變數 的確我們現在看到郭台銘呢 現在呢不管是出手精準 或是演出這一場大戲 都讓人覺得背後不簡單 他的這個出手呢 跟這個整個設計 跟之前完全不一樣的 那相對於侯友宜現在呢 剛剛說到他論述空洞嘛 在這樣團隊沒有進入狀態啊 被批又空又鬆喔 小玉你怎麼樣看這個傳出侯友宜那證明 到底是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整個就兩個人來選總統嗎 然後呢新北市府呢 現在呢6月1號成立所謂的競選辦公室 真的能夠玩起這麼大的一個選舉盤嗎 我看到一個消息也蠻驚訝的啦 就說明天競辦成立 然後找了這個謝政達 他辭職跟張祺強強哥 也是就進入請辭投入選戰 然後他的那個競辦裡面呢 有要進來四位的政治實習生 就是仿照上次這個2022的那個 他選市長的時候找了四個年輕人 什麼政治實習生進來 拜託 我覺得侯友宜從頭到尾都是一直 從他從政就一直打順風牌 包括他副市長啊 然後兩次的這個市長選舉 他都是順風 然後民調呢這個支持度呢 怎麼樣做都是第一啦 就你現在都已經到總統大選的這個層級了 所以你還在就是說要打 像你選市長的那種層級來打 我再從大家分析啊 謝政達他的他是他的心腹沒有錯 可是呢他的層級絕對不夠去打這個總統大選 那所以侯友宜你的這個真的幫你操盤的 你現在為什麼上禮拜那個對接小組不是那麼的愉快 因為等於說對接小組黨中來這些人 這些的意見你可能沒有聽進去 他們就是等於說侯伴這邊的人 還是認為說以整合為主啦 可是你整合的人你去看老馬管中敏江儀化 還去看陳聰這些人 說實在你看這些人是幹嘛呢 那你真的該整合的 包括就是說韓國瑜就我了解 最重要韓國瑜韓伴那些人 告訴我說到現在侯友宜都沒有去找他們 所以你的誠意到底在哪 韓國瑜不是該你最該先整合的嗎 他的腳步行也太慢了 郭台銘要選總統都知道 趕快去找韓國瑜和解 你不要以為只有郭台銘得罪韓國瑜 你上一次 每次大家都要提這件事 四年前你也是不接他的競選總部主委 這件事情也是得罪韓粉 你最該整合韓國瑜 韓國瑜從國外回來的你知道嗎 連我都知道耶 所以我今天才會聽韓身邊人在抱怨說 這個消息是韓國瑜旁邊跟我講的 說侯友宜到現在還沒去找韓國瑜 所以這個也是蠻奇怪的 那你說要整合郭台銘 坦白講你第一天去找馬英九的時候 你就應該拜託馬英九幫你去找郭台銘了 因為馬英九跟郭台銘非常的熟 而且郭台銘會聽馬英九的話 那坦白講你都已經見了馬英九了 你就順口說拜託馬前總統 你可以幫我們這個安排一下 他也沒開口 他是都不知道這些人的連結嗎 怎麼可能不知道 要不然你還選什麼總統 要不然白混了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啦 這個對接小組的 有些話他都聽不進去 包括你要成立媒體群組 然後也在那邊高高在上 不用不用什麼的 那後來是硬 比如說像劉彩薇 王鴻薇 這些從媒體出身的人 他們就是硬 就是硬硬的 就跟你講說你一定要做 這是你的基礎架構 因為你要招總統這個大盤 一定要找有經驗的嘛 怎麼會找實習生 對 所以政治實習生 這個是你順風球的時候 你可以你培養年輕人 萬一是你現在在逆風 逆風你還找個政治實習生 這樣會贏 那我真心覺得大家都可以 那我最後再講啦 又鬆又空啦 兩件事就好 第一個大家就不要講核能嗎 就他今天早上又再重申一遍 他說他不是反對核能 只是說因為核廢料 他沒有能力處理 你不是廢話嗎 我當然也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就是核廢料 你大家沒能力處理啊 所以你在講什麼說話 那他還說核能是他選項 對啊 所以你要告訴我們核廢料啊 然後再來呢兩岸論述 王金平講得最對 王金平出來的時候跟大家怎麼講 他說他相信啊 侯友宜未來對兩岸明確的講法 應該會更深思熟慮 王金平講得這麼含蓄 就代表說他跟侯友宜談完之後 發覺他的兩岸論述是空的 所以還覺得說他未來會再更深思熟慮 王金平講不出侯友宜兩岸論述是什麼嘛 所以他這個講得非常的含蓄 最後要講啦 剛剛康姐有講 今天社會案件很多 之前土城五十一槍 三峽開了六槍 前幾天三重開十三槍 今天早上 昨天到今天早上 巴黎啊有砍人的 而且那個是早餐店 還有那個在小學旁邊的 有發生砍人的這個案件 那是那個男的自己後來去投案 不然現在你也沒了 還有巴黎也發生了三間小七啊 拿這個棒球棒是隨機在扎的這件事 治安問題這麼嚴重 你的治安問題這麼嚴重 治安不是你最拿手的嗎 所以我認為說啦 侯友宜到現在你還不辭喔 就是我認為說他應該要 趕快就趕快辭一辭了 專心的來準備你的選總統 不然你被換掉 我還是那句話啦 剛好而已啊 是 領導 這個侯正寅到底是 出了一個什麼狀況 是連你們都覺得 驚訣啊怎麼會這樣子嗎 其實剛才那個小玉姐最後說 被換掉剛好 我再次澄清喔 就是說不可能在7月23號 任何換侯或9月換侯的 這個機率是0.0000% 那萬一基層 基層這個群情激憤 然後一些深懶的大家受不了了 其實你看到現在基層 其中有一個叫做張亞中校長 過去這些人就是罵說 怎麼可以換住 絕對不能換住 怎麼可以把候選人在選前換掉 現在換侯友宜你就覺得可以嗎 不是吧 當時大家說不行你也是換了啊 一定要換到你個人喜歡了嗎 所以這些人這個標準 是我覺得盡不起檢驗啦 就是說沒有換的一個空間啦 那我必須要講一下 就是說到底這個國民黨智庫 因為我身兼國民黨智庫的副警長 有沒有整理好相關的政策 其實是有 因為5月17號中常會在提名之前 智庫就準備 各組就準備好的論述 不管今天是國董事長 或是侯市長被提名 這個論述就可以馬上上場 所以在5月17號的隔天 5月18號 各組就跟科智堅開了一個記者會 把所有的政策交出去了 那可是這些政策 那你意思是侯友宜沒有去讀嗎 其實因為我覺得這些政策 智庫準備好 到最後還是要侯團隊去一一的看 有一些政策是跟他們的路線 是一致的他們採用 有一些他們想修改的 所以我認為他們還是需要 一點點時間修改 那可是我覺得 就是政策是一塊 另外一個剛才小玉姐提到 就是說整個新聞 跟整個輿情策略的對接團隊 我真的是建議一件事情 這一次的選戰 真的不是去年的新北的選舉 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你的對手不是林佳龍 到最後兩個對決之後 這個一個聲量 幾乎到選戰後期沒有聽到他的聲量 你的對手是賴清德跟柯文哲 最會去炒聲量 已經把整個黨狀況的組織 已經做一個操兵的動作 你的對手是這樣的 撒喀都的狀況之下 你還能打勝風牌嗎 絕對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 猴正也有點輕忽嗎 我覺得大家是焦慮就是說 你現在要找一些實習生 說真的 因為選戰已經進入一個 非常對壘的狀況下 我認為我們是從頭到尾 最希望年輕人來參與政治工作 能夠來實習的 可是你還是要把這些對接會議裡面 打戰 去年打戰過的這些民意代表 最強的都已經給你建議的話 聽進去啊 搶手老手要進去 對你搶手老手你都可以一起進去 可是現在是有一些人 我們看到今天侯市長 他到這個立法院 他姿態很對 說不好意思啦 因為我們要更加油 更努力 我覺得這姿態完全正確 而且我覺得 那是侯正營是抗拒你們黨中央的建議嗎 對 讓整個立法院跟他一起打戰 我覺得這姿態正確 可是侯正營的某一些人 這個侯市長都已經調整姿態了 這些人有調整姿態嗎 這樣喔 到現在都還在會議裡面說 我不要成立群組 因為怕泄密跟截圖 這種話 在整個對接平台上 我真的真心建議不要再出現了 為什麼 這麼抗拒 那連你們幫忙都拒絕 說真的啦 那個對接平台 超過一半都不是黨中央的人 黨中央的人 跟這個 所有的民意代表 是很開心 就是說 我們看來打戰了 全部都準備好了 只要一聲令下 所有的政策 我們一定打到底的 可是坐下來就說 這個群組啊 我覺得怕泄密還是不要成立了 你覺得大家會買單嗎 所有的黨中央跟這些去年打過戰的民意代表說 那接下來資訊怎麼充分的去發揮 你們都聽不下去 那我們的政策跟這個路線怎麼發揮 所以我認為現在 今天已經看到黨團都進來了 陳醫生委員說他很提郭台銘 他今天也去請我們侯市長 所以現在大家真的要整兵 趕快把整個的競選辦公室的能量撐到最大 不要閉門召居 對 真的是 林涛都對侯友宜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了啦 來 冠婷 那就是顯然 那黨中央都看不下去了 侯正宜怎麼回事 怎麼會這樣呢 拍他性這麼強 我很少認同林涛的論述啦 但是說真的 因為侯友宜跟他的團隊真的太瞎了 首先我先講啊 副市長謝政達 副秘書長張其強 當然都是侯友宜很核心的政務官嘛 但是你現在是這樣喔 市民對你的期待是 超過半數以上的新北市民 你辭掉市長去選總統嘛 侯友宜沒有要辭 那誰辭 副市長辭 副秘書長辭 政務官辭 首先第一個是亂的套啦 第二個 現在很顯然的 侯友宜他的整個選舉的辦公室 競選辦公室 跟國民黨中央是各吹各的吊嘛 我舉今天 那個新聞露出的發言人就好了 現在傳出啊 侯友宜會用的發言人啊 是兩位新北市議員 江宜貞跟吕家凱 都是嫡系的侯家軍嘛 我說真的 我給侯友宜具體一個建議 你如果任用林濤當發言人 就不會有人說黨中央跟侯友宜不合嘛 因為林濤朱立倫色彩很明確嘛 為什麼他發佈 林濤可以自動請英啊 對啊 為什麼沒有 我們每天都在作戰的啦 特定的位置就 我不是故意要挑撥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從他人事發佈的對外的 這些媒體錄出去 你就知道 他現在用的人 你看喔 核心到處選舉的幹部是 謝震達 張啟強 發言人是江宜貞 吕家凱 這都是正統侯友宜自己的人嘛 這是叫得出名號啦 剛剛名譽說那個政治實習生 目前不知道是誰啦 不知道 聽說是大學生還是研究生 大學生 就是年輕的朋友 也不是不好啦 但我覺得很棒 願意勇於嘗試 勇於創新 但是這個不是一個 打總統規格的選舉的狀況嘛 所以說真的 我很少認同領導講話 因為這個狀況 對我們民進黨是好事啊 侯友宜是主要 國民黨是目前國內最主要的 在野黨嘛 那你今天民調一直往下 當然國民黨內部會憂心嘛 國民黨會不會喚 我先講喔 鍾翔哥 我跟很多民進黨內的人的看法不一樣 我認為最後不會喚 不會喚喔 可是他會持續躺血 躺血到最後是會一敗塗地 為什麼會這樣講 這一次跟八年前有個最大不一樣 八年前當時的洪秀柱對蔡英文 沒有柯文哲在那裡 所以洪秀柱跟蔡英文狀況底下 他的民調往下掉 在各地方七十幾個立委選區的立委 會一面倒的崩盤 所以在八年前是由下而上 所有要選立委的國民黨的這些立委參選人 認為說我不能讓你再選下去了 可是現在國民黨我認為更慘 為什麼我說不換 可是國民黨的狀況更慘 鍾翔哥現在很像是那個弓箭 射到人的身體裡面去之後 有倒鉤 如果你換猴 拔出來 會流血過多致死 可是現階段是這個倒鉤在裡面 他一直盛血喔 這個這個商會在那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現階段 柯文哲在七十幾個地方選區 提不出像樣的候選人 所以在絕大多數立委選區 還是只有民進黨候選人 跟國民黨候選人 可是在中央是有三個候選人 三個候選人中央底下 這一些國民黨立委參選人在想什麼 他們在想的事情是 反正侯友宇不用換啊 柯文哲的民調跟侯友宇 誰是第二第三 對我來講沒影響 因為柯文哲很大一部分支持者 還是藍營的人嘛 所以不會根本性的影響到 國民黨的立委的盤 所以這一次跟班尼前最大不一樣是 立委們其實都知道 侯友宇可能選不贏 可是不會給港中央很大壓力 去換掉侯友宇 你絕不會換侯這樣 目前目前為止是這樣 所以侯友宇跟侯友宇 今天他跑去立法院去拜會 是去幹嘛 是去會 去會什麼 在他跟郭台銘的對戰當中 不是只有陳玉珍一個立委或參選人 表達支持郭台銘 是13個 那他今天吃這個便當會 其實說真的 這些立委我認為沒有給他很有面子 陳玉珍去的講法 可以講兩句好話 陳玉珍沒有講 他說因為是假動 假極動員 所以是應該的 然後呢 謝依鳳 出來講說 這不是挺侯宴 而是溝通會 說真的 你這次場合講挺侯宴 有這麼難嗎 最後一個我要講 今天侯友宇真的很怪 剛剛那個林濤講說 說他有講 不好意思啊 會更努力 更認真啊 但你知道他們對外 釋放了新聞的講法寫什麼嗎 他們寫說 侯友宇三度鞠躬 自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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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欠喔 他後面講說 民調不好啊 他要更認真啊 更努力啊 不好意思啊 結果是自謝 我覺得這是侯正寅 我認為非常高傲 跟驕傲的表率 他也明明這個是在裡面 給大家揮 給大家揮 民調不好 我要更努力 還有很多人沒拜會到 都要吃這個豆腐 是我跟大家說 謝謝 這不是吧 所以我認為 他這樣的狀況 剛剛康姐說 這個侯友宇 有點恍惚 是怎麼回事 沒有就是 最近很明顯啊 就是侯友宇 在受訪的時候 比方說 我想昨天 昨天侯友宇出 他沒有去 那個 去金門嘛 然後大家會說 那你昨天 在新北市看嗎 昨天侯友宇是出席 新北市議長的 議長輩的龍舟錦標賽 在上面台上致死喔 如果大家有看到 那新聞畫面 跟所有的直播 大家會看到 他的氣場非常的弱 就是說 感覺就是沒睡飽啊 很累很累的樣子 我說不是我講 昨天非常多議員 有去現場 我沒有去 都有在那個 我們綠營的 那個民進黨的群組 都說什麼侯友宇 今天有氣無力的 看起來怪怪的 很怪很怪 所以我覺得最近 侯友宇確實是 可能壓力啦 可能是各種狀況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新北市的市政 後防真的失火了 包含說他今天在 去國民黨 在事前受訪 媒體問他說 自安搞成這樣 會不會後防失火 侯友居然跳出來講說 新北市的自安是前段班耶 我說你就繼續這樣講 4月到5月底 新北市開了86槍 再多一槍就87槍了啦 你多到這種程度 然後遠見的民調 他說遠見民調我很好啊 新北市什麼時候 自安滿一度 遠見的民調 22縣是倒數第5名 侯友宜直哲以來 從來沒有這麼低過 然後他現在講 沒有我自安很好 侯友宜 他的壓力我們能夠理解 可是他繼續這樣講 我認為他民調 只會繼續往下掉 而且國民黨不會換 這就是最慘的地方 藍白河關係錯綜複雜 現在我們來看 綠的賴清德最近的動態 他跟大學生玩快問快答 因為問他說 最想跟哪個國家 援手吃飯 吃晚飯 然後賴清德回答 跟習近平 而且他說會 勸習近平放鬆一點 輕鬆一點 壓力別太大 人民的福祉最重要 和平對大家 都是有好處的 這個回答相當有梗 出乎意料 他也贏得賴清德的封號 那就不曉得 若換成侯友宜 到底會答什麼呢 簡明哥怎麼看 侯友宜的回答 他應該是會很無趣 那記者今天有去問他 他就說 肉麻當有趣 然後講說 什麼要跟人家吃飯 人家會相信你嗎 意思就怎麼樣 習近平不相信 賴清德是不是 但問題是 侯友宜認為 習近平比較能相信嗎 好 這個是有趣的問題 我跟你講講 如果是問到侯友宜 侯友宜回答說 我們一定要團結台灣 共向未來 跟誰吃飯都沒有關係 重要事情是 中華民國會發展 泰迪會這麼說 要不然又說 要不然他的說法是說 至於要跟誰吃飯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跟你們一起同心 一起對抗所謂的外伍 要安內 財政黨外 所以他說好不好 所以講團結內部 泰迪這個回答了嘛 他怎麼可能會說誰呢 他講拜登也不熟啊 他講岸田也不熟啊 上次去了新加坡 人家總理也沒見他 他還說有見面 人家臉書也沒看到 所以你叫他去回答 這麼難的問題 他怎麼回答呢 他只好說一句話 肉麻當有趣喔 其實我應該這麼說一句話 這一句話一講完 我跟你講喔 這恐怕在美國的智庫裡面 在看侯友宜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甚至中國也會覺得 你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呢 甚至怪不得新加坡 他去新加坡 新加坡媒體一致心的 看侯友宜不起 因為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為什麼說這個肉麻當有趣 這件事情會變得很糟糕 因為拜登也想見習近平 全世界跟中國在競爭的國家 也是要跟習近平見面 因為我們雖然跟你是敵對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坐下來談 避免冒出這個插出火花 這本來就是一個 國家元首應該做的事情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他看在郭台銘的眼裡面 也覺得搞笑 為什麼呢 郭台銘說一句話 大家一起把金門 當作一個談判的地方 雙方元首到金門來談 你竟然會說這句話 叫肉麻當有趣 所以我這麼講 其實有這個國民黨內部 有提到侯友宜 這句話說得真好 正確的廢話 平淡無味 口條流利 只是只會講鼓 他對現在 就是最近這十年 總辦事情 他是一片空白 怪不得蔡正元首都說 他就是一個缺乏記憶體 而記憶點 而且是一張白紙 好 我們就回到賴清德 其實賴清德 在這次的台大的演講 其實超乎大家預期的好 尤其是他的回應部分 是直接了當 那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是說 像這樣快問快答 其實背後 並不是你單純問他一個問題 要回答 而是他在過去 已經了解整個時事的狀況 財經的變化 以及國際間的這些軌跡 他才能夠快問快答 但是如果今天換成侯友宜 人家都已經把 自顧資料都給你了 你還沒有消化 你這什麼敢去台大政治 就快問快答 你要有意義 不是無厘頭 不是無厘頭 因為這裡面有 背後你的內涵 那我就問一件事 侯友宜有內涵嗎 當侯友宜講 肉麻當有趣的時候 他就自覺於自己是 將來可能會拼 中華民國的元首 就像他現在自覺於 新北市 你看他講資安 好多槍 槍枝氾濫濫 他講這個所謂建築 最誇向的是 公共建設 連一條小橋都會崩裂 所以我們這樣講 賴清德的回應 我們認為會越來越接近到 民眾所想的事情 尤其大家最欣賞的一句話是 他到台大講說 我是來應徵一份職務 我是應徵總統這份職務 今晚怎麼看 當然賴清德的回應 絕對有他的國家元首的一個高度 如果換成侯友 也不知道會回答什麼 那再來 中國方面也的確 他們的外交部記者會有人去問 他們的發言人 當然中國一貫的說法 就是怎麼要堅持一中原則 這真的完全不值得回應了 對 沒錯 而且因為賴清德這個活動 他是面對校園的快問快答 快問答案 其實對學生來講 好玩比較重要 所以你看一下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如果今天他快問答案 問我說 你想要結婚的對象是誰 那我講說林志玲 那請問一下侯友也要說 你這個是把肉麻當有趣嗎 不是吧 因為這是現場就好玩的場合嘛 沒有人會用這樣的角度去看嘛 那第二個 什麼叫把肉麻當有趣 坦白說 侯友用這句話也是奇怪 為什麼 因為以賴清德的高度來講 要當總統的人 想要跟習近平坐下來一談 有什麼不對 這是對的吧 那你看看肉麻當有趣是什麼意思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 肉麻當有趣的意思是什麼 肉麻當有趣是 比喻去欣賞一些無聊的事情 那我請問一下 想跟習近平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是無聊的事情嗎 不是哦 不是吧 所以你看 賴清德是要表達和平的重要性 對大家都有好處啊 所以侯友宜連肉麻當有趣這一句話 他也是空的 也是搞不清楚 你這是非常的明顯嘛 所以你真的認真去看 肉麻當有趣的意思是 去欣賞無聊的事情 跟習近平如果有機會可以一談 那這件事怎麼會是無聊的事情 這是有意義的事情嘛 然後第二個 你再去看一件事情 那個侯友宜去講說 人家會相信你嗎 人家相不相信你不是重點 而是你就是 能夠表達出一個 你自己想要的意思在裡面嘛 要不然國民黨不是整天在喊說 民進黨幹嘛不跟對岸去談 那現在都會跟你講說 想跟對岸坐下來談的 那你也有意見說 他肉麻當有趣 那你到底希望怎麼樣才好 所以侯友宜講這句話 我認為啦 侯友宜其實坦白說 他這個肉麻當有趣這一句話呢 是他最近的真的是心慌意亂 他最近真的是沒有話可以講了 只有丟了一句話出來 因為如果按照侯友宜 這句話來講的話 那我請問你 這個畫面你覺得 跟賴清德講那句話 哪一個看起來比較肉麻 這個十字集緊扣的畫面 有沒有比較肉麻 對這個才比較肉麻 這個跟賴清德比起來 這個比較肉麻吧 那對侯友宜來講 哪一個是肉麻當有趣 這個可能比較接近 侯友宜講的那個味道 然後再來 賴清德其實坦白說 講這一句話的時候呢 認真來說 他在外交上 還是會有一定的作用 為什麼 你知道出來回話的人是誰 坦白說這件事情 賴清德講完話 中國要回話的 應該是要國台辦 結果中國出來回話的是誰 是外交部的 發言人毛寧出來回話 所以他在外交上 還是有意義在的 所以你看外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回 你看記者就直接去問 中國的外交部 然後問他說 對於這快問快答 賴清德說 想跟習近平共進晚餐 結果呢 毛尼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他只能夠講固定的老話 叫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再強調說 這不是外交問題 他不做評論 然後所以你會發現 對中國來講 這件事尷不尷尬 尷尬 尷尬到什麼程度 來各位看 尷尬到呢 賴清德想跟習近平 吃晚餐這件事 微博還要封鎖起來 把關鍵字封鎖 不讓中國人看到這件事 中共嚇死了 因為你去想一件事 如果中國的微博看到說 賴清德想跟習近平吃晚餐 這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賴清德主動釋放善意 那在中國定義裡面 民進黨就是 跟中國來講的 就是兩邊一直不斷敵對的嘛 怎麼可能主動對我們釋放善意 那當然也不希望中國民眾看到說 今天賴清德對中國釋放善意嘛 所以他把這相關的新聞都封鎖起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請問賴清德講這句話有沒有意義 有意義 第二個他講這句話算不算肉麻當好趣 一點都不算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你從裡面反而看到是什麼 你反而看到的是 侯友宇在面對這場選舉的時候 因為他的民調真的掉太多了 他在心急之下呢 只能選擇用這種方式來講話 但很明顯的 他的話的用詞呢 是越講越錯 是的確 一川兄這個怎麼看 賴清德的回應 其實不只是有趣而已 而且還表達了台灣的尊嚴跟國格 這是代表台灣的領袖 跟習近平要去吃晚飯 而且呢還要維護兩岸的和平 這個侯友宇會這樣回答 代表他沒有玩過快問快答 他也沒玩過真心話大冒險 他不知道那些答案基本上很多都是搞笑的 譬如說問說你這個初吻的時候幾歲 然後你回家說我回去問我老婆 我們什麼時候認識的 或會說小學 這種就是學生就覺得好笑而已 侯友宇竟然可以把這個事情弄得這麼的嚴肅 那賴清德講完話之後啊 國民黨就 包括侯友宇 包括中國外交部更搞笑 中國外交部說這不是外交問題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這是內政問題 內政問題 可是這事情也兩三天了耶 國台辦沒有出來講一句話 國台辦應該要怎麼講 國台辦就說好 我們來安排 哇這個時候民進黨就要接招囉 就賴清德自己說要跟習近平吃飯 然後國台辦說好我們來安排 好那在哪裡吃 就囧了你知道嗎 但是奇怪中國也反應好幾天不知道怎麼反應 所以代表就回到這個題目是快問快答 那快問快答 你就是把這東西有時候是講得很搞笑 那有時候是把你的心理的話講出來 難怪侯友宇不敢去參加台大這個活動 因為台大這個活動除了上台去演講 就是加上這個快問快答 我們都當過候選人的幕僚 很多媒體要求來做快問快答的時候 我們都會很緊張耶 我們會說老闆那個他問你你是沒辦法反應 你不要直接反應了耶 他說不用怕就來吧 就說你只要很真誠的去玩這個遊戲 去玩這個對話 那基本上呢 連你就在想 比如說賴清德這個影片也都還有離線中耶 不知道問他什麼問題 他問他怎麼打工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畫面叫離線中 就是賴清德還在想 就出現那個離線中 那這也很好笑啊 就是說你不要那麼嚴肅 你不要那麼嚴肅